台海市在高雄来看到60多岁的柯维智师兄 投入磁剂已经20多年 前几年被诊断出罹患了肝肿瘤 但是他仍然投入各项的磁剂置业 今年接受了女婿的肝脏移植之后 他继续投身在环保站里头 做裁缝车维修的工作 各环保站裁缝车维修 总能够看见64岁柯维智师兄的身影 他不仅免费做维修 更不令进行技术传承 打装10年前下次开始 刺激大量缝制隔离衣帽 收集民间裁缝车后 拥有维修技术的柯维智师兄 便主动投入裁缝车维修行列 这一座就是10年 这台车已经都车头比这台更高 这台就更好 那台跳过来这台 这样是不是这台教授又能够做 投入磁绩20多年 柯维智师兄总是把握姻缘 很少人知道前几年 他被诊断罹患了肝肿瘤 因各项活动他依旧不缺席 肝肿瘤那一座 我们三岸在做那儿 我也去那儿想你搭带车 没有包含免免免 你到时候我来 我来不去做 所以人家叫我就走 所以就是要当时就快做 对不对 包含免免免 你这从这边 从这边到这边 身上留着患肝的手术伤痕 今年二月因女婿捐肝 让柯维智师兄重获新生 他说能够再度拥有健康的身体 往后将会更积极的心善助人 才不会辜负亲友跟法亲 给予他的满满祝福 大海新闻学员林道明 高雄报道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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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